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其实小编小的时候是一个小说迷 看到男主角喝着82年的拉菲 就会觉得这个男人又帅又酷又有心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82年的拉菲怎么还没被喝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跟普通的葡萄酒有什么区别 首先为什么这酒叫拉菲呢 拉菲其实是一个酒庄的名字 拉菲酒庄屋于法国布尔多地区 是世界五大典籍酒庄之一 那82年是怎么回事 首先无论是什么样的葡萄酒 这颗所谓的年份都是指葡萄采摘的年份 并不是大家理解的所谓生产年份 意思就是这瓶酒是用1982年采摘的葡萄所酿造的 其次葡萄酒是没有保质期的 所谓的保质期是因为国家对进口产品 有些运行的数据要求 所以拉菲也不例外 必须加上保质期 这样才可以在中国销售 那82年的拉菲到底有多贵呢 82年的拉菲上市后 成为近50年来最有名气的酒 目前在国外可打1万多美元一瓶 国内争品价格为6万左右 而且美国第三任马桶 托马斯·杰弗逊签名的拉菲 本人以10万5000英镑的高价拍下 创下并保持着世界上最贵一瓶葡萄酒的记录 看到最后小编表示水还是挺好喝的